朝韓是同一民族 北南关系是影响半岛形势的重要因素 作为禁令 中方一贯支持 并且希望朝韩双方通过对话和协商 改善相互关系 推进和解合作 英国关心香港市民的自由问题 其实他不妨回顾一下 英国对香港156年殖民统治期间 他们给过香港市民什么自由 什么民主 28位港督当中 哪一个是由香港市民选举产生的 那个时候 英国给予香港市民 上街抗议示威的自由了吗 而且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期间 英国的叛逆法是适用于香港的 那么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中国中央政府 立法来维护香港国家安全 有任何问题吗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不应该有任何的双重标准 英方应该认清实事 谨言慎行 国际文化